可以让你触摸虚拟世界的手套 通过互联网发送柠檬水 美国宇航局希望使用无人机来探索火星 所以不要离开 我们即将要了解更多的新科技 在虚拟世界中感受及触摸 这可以让VR变得更加有趣 该虚拟现实手套是XOS VR的配件 由日本的EXI-3D打印假制公司开发 该设备将会让虚拟现实游戏领域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想象一下你可以接球 并感受到它击中你的力量 你也可以去室外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有谁喜欢太阳呢 它是如何工作的呢 在手套中带有小型电机 让你的手指和大脑感受到错觉 让你以为自己真的感受到了 那些来自于游戏中的视觉体验 而该手套能够真正的影响到的领域 就是医学界 它可以被用来帮助残疾人恢复 甚至一些其他疾病 它有能力治愈心理和精神问题 但是老实地说 我只是想用该手套 来玩一下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 互联网柠檬水的味道 就像WiFi一样嘛 WiFi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呢 好多问题啊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人员 可以通过使用电极和传感器系统 将柠檬水的基本外观及味道 数字化传递给一杯普通的水 这听起来很疯狂吗 该团队的研究人员通过使用色彩和PH传感器 来捕捉新鲜柠檬水的柠檬色调和酸度 之后把数据发送到白开水周围的电极上 使其味道像是柠檬水 好吧 就是一个LED灯控制着颜色的变化 但是这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该团队希望可以扩大他们的菜单 可以给人们提供无糖饮料 讨论到了WiFi鸡尾酒 火星就是那个在巨大的黑色物体 被我们称之为太空中的红色星球 你知道吗 我听说所有的男人都是来自火星 也许美国宇航局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最新的探测器给我们带来了 许多关于这颗红色星球的信息 但是每4年半10英里16公里的旅行速度 这还是有点慢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宇航局 蓝利研究中心正在研究一种自主无人机 在未来任务当中帮助侦查该星球 它可以和探测器一起工作 更快地探测 覆盖到更多的地面 并且可以调查与基站有一些距离的 有趣特别的地方 不必依赖于望远镜的观察 可以让寻找火星人变得更加的容易一点 目前该设备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 但是它将会使用螺旋桨 被添加到探测车上 好了小伙伴们 我希望你们可以喜欢今天的节目 稍后将会为您带来更多有关新科技的介绍 我是基亚哈里勒 感谢收看